而在国际疫情的部分 目前欧洲疫情最惨重的国家就是西班牙 确诊人数破七十万 死亡也累积到了三万一千多人 第二名则是法国 确诊数现在已经突破了五十三万 死亡人数也超过三万一 第三名就是英国了 现在这三个国家都宣布 接下来会有更严格的防疫措施 作为欧洲疫情第三严重的国家 英国二十五号的单日新增确诊人数 来到六千六百三十四人 创下英国单日最高确诊人数 首相强森压制不了感染数字 只好强调政府在疫情期间 会尽全力让大家不要失业 当局也祭出新规定加强防疫 全英国的餐厅和酒吧等 在未来六个月内 都必须在晚上十点整关门 而且吧台不可以设置座位 而疫情全欧第二惨的法国 目前全国有超过一千个新冠病毒确诊患者 在加护病房内 二十五号则是通报新增 一万六千零九十六例确诊病例 是最近八天内第四次刷新单日新高 目前法国的疫情中心 在南部港都马赛 当局已经下令关闭马赛 所有的餐厅和酒吧 民众尽管不满 只能无奈接受 至于疫情全欧洲最惨的西班牙 热点就是首都马德里 马德里在这个星期内 平均每天有五百个人住院 当局宣布从下个星期一开始 将会有更严格的防疫措施要实施 华市新闻网号编译